嗨嗨 我是不吃松的香菜期待 端午安康 马上就要端午节了 大家的粽子都准备好了吗 有吃的当然少不了七爷我啦 今天呢我准备了 好吃又好看的元祖雪龙粽 还有这个星巴克的星冰粽 先看一下这个我超期待的元祖雪龙粽 我第一眼就被它这个外壳吸引了 小小的一个只有拳头这么大 我先吃一个草莓味的看看吧 它真的硬呀 嗯 它这一入口就有浓浓的呢 有蛋糕的味道 好爽好好吃 哇 这应该是草莓果粒吧 看不到 就是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些果粒在你嘴里 爆炸 太好吃了这个 不能吃太多 试一下芒果味的 嗯 好香啊 它里面也是有芒果的果肉 我太喜欢啊 主要是跟我小周吃的一个冰的味道有点像 我感觉梦回小时候夏天 哎 嗯 它就是不会太甜 吃起来是刚刚好的 而且口感超级棒 真的爱了这个芒果味 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多 吃一下香草味的 它里面是有那种坚果的 夏威夷果和香草籽 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它这个香草也是不会太腻的那种 太好吃了真的 如果有喜欢草莓味芒果味香草味东西的 比你们真的必严满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不想选了 三个口味我都喜欢 绝了 不吃了不吃了 再好吃也不能一直吃 第二个是星巴克的这个新冰粽 还送了一个环保袋 觉得环保袋配色还蛮好看的 这个一盒是有10颗 这个就更小更可爱了 比刚才那个还小 这好像是那种糕点粽子吧 糕点 糕点粽子 粽子糕点 本来就是糕点 有五种不同的口味 先试一下这个冷碎咖啡味 加拿来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小的粽子 我好喜欢吃这种QQ的 吃起来好好玩 这个不会苦 而且咖啡味好浓 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 点赞 试一下这个咸蛋黄芝士 这个我超级期待的 我感觉它会巨好吃 哎呦 好吃到掉了 好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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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及待可不及待 哎呀越挤越拆不下来 这太好吃了吧 哎呦我的天啊 我感觉喜欢咸蛋黄的人 肯定会喜欢这个 咸蛋黄的味道超浓的 不管了 我要先把这个排在第一名 今晚真是个美妙的夜晚呀 吃个曼月梅优格 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怕 因为我平时不是很喜欢吃曼月梅来的 我很喜欢优格 这个粽叶的粽味好 香哦 哎呀 馅儿掉出来了 酸酸甜甜的 里面是可以吃到曼月梅的火力 也还不错 不值得我吃定了 接下来吃一个茶瓦那陶陶 这个我也超级期待的 毕竟它是陶陶嘛 希望它和咸蛋黄一样 不要让我失望 粉粉的好少女啊 嗯 这个陶味好浓啊 啊 感觉我要恋爱了 好美味这个 嗯 嗯 太喜欢了 这个和咸蛋黄 那这两个就并列第一吧 嗯 最后试一下这个清明白茶味的 应该会挺好吃的吧 一口气吃这么多的粽 会不会变成小胖妞呀我 哎呀这个是绿绿的 又是特别小清新的颜色 哎我太喜欢了 它这个黑色 我真的好饱 口感超级清爽的 有那么一丢丢清零味薯片的味道 真的好吃 它很牛的星巴克啊 这样看来我真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不过我还想再吃10个 炎蛋黄味和陶陶味的 它每个味道都很好吃 就是真的 好了今天的粽子呢 真的每一个口味我都超喜欢的 我在这里提前祝你们端午节